大家好,我現在這邊示範一個簡單的一個振動的實驗 你可以講的是科學的小魔術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蛋白 長度不一樣,所以它的振動周期,它的擺動周期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,我先這樣簡單示範一下 可以看一下它擺動的周期不一樣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這個小小的科學魔術 我現在都讓它靜止的時候,大家仔細看一下這三個擺錘 那我現在想讓中間的這個小的短的蛋白,讓它擺動起來 仔細看,我透過念力,它慢慢就擺動起來,有沒有看到? 它越擺就越大力 可以感覺得到嗎? 它的擺動就越來越大力了,OK 那我現在想換一下,讓右邊那個,就是你們的左邊 就是中間那個長度的蛋白開始擺動 感受一下,有沒有開始?它慢慢的擺動變大了 然後那個短的蛋白,它開始不擺了 這個中間長度的這個蛋白,現在開始擺動了 好 好 它越擺越大力 透過一個心念的控制,我們可以控制這個蛋白的擺動 好,那我們現在換長的這個蛋白,看長的蛋白會不會也一樣 跟在擺動 好,仔細看喔 好,用力一點 想像它在擺動 好 當它擺動起來之後呢 其他兩個蛋白就不擺動了 好 這是一種 其實這是一個簡單的共振實驗 好,我們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的筷子呢 事實上我們看起來是無意識的在擺動 事實上我們當我們看著蛋白的時候 你的手會有意識的去跟著它的頻率 用同樣的頻率控制它的移動 所以這時候呢就會產生共振現象 當你的頻率跟某個蛋白的頻率是一樣的時候呢 那個蛋白就越擺越大力 好,這就是一個共振現象的一個簡單的小實驗 好,謝謝 謝謝